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这一期的美洲360 今天就由我Jaden 带给大家上个星期在车谈的重点新闻 第一则新闻就是上个星期 Proton 终于发布了他们的一个小改款 不是小改款,只是一个 minor change 稍微改变了一些外观还有引擎部分的一个 X 气势 所以官方就俗称它是一个 minor change 它只是在外观进行一个稍微的改变 在这个保险杠增加多一些钢琴烤漆的元素 在这个车侧还有车尾也加入这个黑色钢琴烤漆 让它看起来更加有 premium, sporty 的感觉 所以在轮选方面它依然保持到 17, 18, 19 吋的尺寸 而在最顶配版本就和之前的 X70 SE 版本就是一样的设计 内饰方面只是改换了一个黑色的车顶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有运动感 而其他的配备还有质感也是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没有给多也没有给少尼 改变最大的部分就是这个引擎方面 就是它采用了这个 X50 的这个 package 它是采用这个 1.5 Turbo 的这个缸内直盆的涡轮引擎 它匹配的就是 7-speed 的 Drill-crunch Transmission 能够输出一个 177 PS 还有 255 Nm 而这款车它的 0-100 就比 1.8 慢了 0.3 秒 来到了 9.8 秒 从上一代的 9.5 秒 所以变成这款车稍微的慢了一些些 但是它在这个节能方面就增加了 7% 在这个引擎的这个重量也减少了这个 45 公斤 可以说是这个车辆也减肥下来了 价钱方面就是 93,500 到 12 万 1,800 令吉 所以详细的这个价格表就会列在这边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什么更加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了解一下我们上个星期这个试驾影片 所以这款车它每一个配备都上涨一个 4-6,000 块 而且它的引擎的动力也减少了 但是价格上涨 所以大家对这个 X70 的这个小改款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第二则新闻就是全新的 Honda HR-V 在我国正式的开放预定 不要那么激动先它只是 Open Booking 还没有 Launch 的 所以大概还要等多一个一个月左右才会正式和我们见面 所以各位老板们耐心等待多一下 而你看到这个全新的这个 Honda HR-V 在外观上可以说是和前一代划清界线 就采用这种全新的家族式设计 能够看到它采用这种 AMG 类似的这种点缀的一个水箱护照 而且整车就是采用这种 SUV Coupe SUV 的这种刘备式轿跑 所以看起来整车非常的年轻 也符合我们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观啊 所以在车尾上面它也是采用了这种贯穿式的 3D 尾灯 非常的亮眼 另一四方面依然保留了 Honda HR-V 的这种传统的风格 就是有巨大的冷气出风口 而且配备上肯定有提升啊 质感也有提升 所以这一代 HR-V 来讲是可以上升不少的空间的 但是这个配备还有这个规格就要等原厂公布啦 但是目前我们可以 confirm 的就是它是有这个 Honda Sensing 的 而且是带有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Function Hands Free Tailgate 电动尾门 Remote Engine Start 全新的 Honda 的这个钥匙的设计 而且顶配车型会有这个 1.5 的 IRMD E-HEV 的这个 Hybrid 混合动力系统 而且是有这个 RS 的版本 因为在这个 Honda Malaysia 的这个官网已经看到这个的图表 所以详细的这个价钱表的话就大家要等待多一下 那些街边的一些新闻就看看就好了不要太认真 而想看我们详细对这个 Honda HR-V 在泰国的这个试驾影片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第三个新闻 这辆车我不懂你们还记不记得它 就是 Mitsubishi 的 AXX 啊 这辆车它的第一代车型一用就用了十多年 就是真的是一个造型用三代了啦 所以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看到这个全新换代的 这个 Mitsubishi AXX 的这个全新面孔 它是for 2022 年版本的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外观 它就是采用这种 X4 型全新的 Mitsubishi 的这种家族式设计 就和现在的 Xpander 还有 Triton 是差不多一样的设计语言 车尾的话它的设计就是采用 Mitsubishi 的这个字尾标 而不是采用传统的 Sanlin Logo 而这辆 Mitsubishi AX 它就是传统的一般我们的 V-Segment SUV 它这平台是采用 CMFB 的这个平台打造 就是 Renault, Mitsubishi 还有 Nissan 的这个架构 共享的一个平台来的 所以这辆车它动力来源有非常多的 就是有内软机还有有 PHEV Hybrid 版本 首先就是内软机版本 它就是采用这个 1.0 的三缸温轮引擎 匹配的就是六速手排 Manual 的 Gearbox 啊 而且这个引擎它就是和我们 Malaysia 的 Nissan Almera 是相同的这个 Engine 来的 而这还有一个就是马来西亚比较大可能引进的就是 1.3 的四缸温轮引擎 匹配的就是七速的 Drill Class Transmission 动力相当的不错 然后最顶配的就是采用这个 1.6 自然进气引擎 配配的就是 10.6 KW 的 PHEV 电池组 所以它能够提供一个 160 PS 还有 290 Nm 的动力 在一个小型 B Segment SUV 来讲相对的出色了 所以只要价格合适的话 我觉得这个全新 Mitsubishi SX 啊 以这样的配备动力还有设计来讲 应该会有不错的销量 你会觉得它会成为 Mitsubishi Malaysia 下一款热卖的车款吗? 除此之外,这个 Mitsubishi 也在泰国发布了他们这个 Expander Cross 的车型 所以在Expander Cross 听到 Cross 就是它带有更加运动感 更加 Off-roader 的这种感觉 它首先就是整车方面增加了非常多的那种防刮材质版 轮圈设计也改变了 而且它的离地间隙也加高了 25mm 所以整车看起来更加的更有那种户外运动的感觉 内饰方面就是采用这种 2-tone 的双色调材质 所以看起来更加的豪华 而且整车的质感看起来是有提升的 但是它的主动式安全备备还是交了一个白券的 只有基本的一些 VSE、 ABD 还有一些 Airbag 等等 还有只有两颗 Airbag Spa 了 大家如果 Mitsubishi Malaysia 引入这个 Expander Cross 的车型 你会更加喜欢它吗? 最值新闻也就是讲到这个轻能源 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大力推动轻能源汽车 当中包括日本、韩国、中国还有欧洲国家 而且很多的汽车品牌 包括 Volkswagen、 BMW、 Toyota 还有很多的中国品牌 都最近在发布这个轻能源汽车 所以当中和我们接触过的 还有非常出名的就是这个 Toyota Mirai 了 为什么会说这个轻能源 会是未来代替软油的最新的新能源之一呢? 因为这个轻能源它能够提供非常高效率的动力 而且它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长续航 这个轻能源它在分结构它就是变成了这个水滴的 这个水滴干净到什么程度呢? 就很多人讲可以拿来喝了 所以这个真正的对世界环保来讲是 Zero Emission 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动车制造过程 这个 Lithium Ion 它都是采用这种 Mining 的过程 而且电量在全世界各地的政府来讲都是用这个烧煤炭的 所以对环保来讲其实还没有到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 至于要把我们的车加满这个轻能源的时间 大概只需要5-10分钟 比起充电动车的充满充电的时间快了很多 看来马来西亚政府也看好这个轻能源的未来 Sarawak 政府就和这个韩国的 Samsung 还有日本的 Sumitomo 工厂 就是在 Sarawak 建设这个全新的轻能源工厂 未来将会出口到外国去 所以这对于马来西亚来讲将会是有全新的收入来源 所以这个 Sarawak 州属和将会是在马来西亚最早发掘轻能源的一个州属 这么这样看来马来西亚会不会很快就有轻能源汽车呢? 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美洲360 的一些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出去 我是Jaden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